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星动 2018年转眼就过去了 在2019年一时之际 我们将为大家送上 2018年环球星动最喜爱的五部作品 事不宜迟 马上来看看吧 由西班牙裔导演 贝约娜指导 好莱坞演员Brice Dallas Howard以及Chris Pat 继续分别饰演系列的男女主角 克莱尔跟欧文 作为不折不扣的好莱坞商业作品 有着很多不合理以及老掉牙的情节 但同时也有着不少靓丽的画面 例如在火山爆发之际 跟随主角欧文落荒而逃各式各样的恐龙 而已指导恐怖和灾难片出名的导演 也多次是运用光影色彩的强弱对比来营造紧张的气氛 例如在上一个镜头看到小女孩梅西花容失色 躲到自己的被窝里 下一个镜头所呈现的就是追捕小女孩的帝王迅猛龙 从屋外追到屋内打开房门 将自己的利爪慢慢伸向浑身发抖的雷西 这个虽然是恐怖片里面的常见套路 但是在今天依旧代入感十足 1993年Steven Spielberg的一部侏罗纪公园 在全世界眼前展现了栩栩如生的恐龙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经典IP 25年后的今天 侏罗纪公园将变成侏罗纪世界 你不会赢得这些 数亿人死亡 除非你帮助我们 我没有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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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ntis一直有领导 现在我需要更多 第四名 海王Aquaman 好莱坞鬼才导演Zach Snyder 在经历了超人大战蝙蝠侠 以及正义联盟勉强及格的成绩之后 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 干脆就放下了这个IP系列 华纳兄弟随即找来 马来西亚籍资深恐怖片导演 温子仁James Wan 接手海王Aquaman的电影制作 然而消息一传出 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呼声 一方面是主人公的原型 并不像超人蝙蝠祥那样大热 而另一方面 DC的对手漫威 这几年来的表现是异常亮丽 难免让人提不起劲 然而电影一出却既经四作 让所有影评人 以及观众拍手叫好 再加上中国区的强劲票房 让海王与神奇女侠 一起成为到目前为止 最好看的DC作品 而在电影上映的前夕 我受华纳兄弟邀请前往了纽约 参加电影的全球记者首映 以及专访 当中的三大主角 均将电影的成功 是归功于导演温子仁 其实早在04年的 《夺命电剧》系列开始 到后来的《Conduring》 跟《Insidious》系列 都奠定了这位 鬼才导演不可撼动的地位 而作为保罗沃克的一作 2015年的一部《速度与激情7》 并没有让人失望 同时也让观众是看到了 导演对调制充满 好莱坞流行文化的 爆米花作品 拿捏得很好 火候很均匀 我个人认为 对于成功 温子仁导演的秘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需要给作品定型 相反在他的作品当中 我们总是能够看到 各类型作品的点点滴滴 老实说第一次看到介绍片的时候 我实在提不起劲 因为以电玩游戏 或者是虚拟世界为主题的电影 已经数之不尽 而且大部分都很失败 然而电影真正亮眼的地方 并不是96年的小生 Tie Sheridan所饰演的主角 Way Watts 而是绿洲这个虚拟世界 以当中涵盖 从70年代至今的 每一个游戏 电影流行文化的icon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彩蛋 从金刚 侏罗纪公园 街头霸王 还有Tomb Raider 到Hello Kitty Back to the Future里面的 DeLorean跑车 而让我最兴奋的 就是日本机器人动漫鼻祖 激动战士Gundam Emma在电影最后 大决战Gundam闪亮登场的时候 我激动地在电影里拍手叫好 其他观众都以为我疯了 这部根据美国小说家 Ernest Klein同名原著改变的科幻作品 在导演Spielberg的镜头下 成为了一封写给粉丝们的情书 当中数不尽的彩蛋以及惊喜 肯定会有一样 让您有所共同 第二名职业特工队全面瓦解 Mission Impossible Fall Out 提到Mission Impossible这个系列 相信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1996年的第一步 阿桑哥从屋顶掉歪牙 到地面窃取情报的经典镜头 从无论如何都不能碰到地面的前提 到距离地面只有几寸额头的汗珠式 落下眼看就要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 却被他用手接住 类似这样让观众喘不上气的镜头 在这个IP过去22年的历史里面比比皆是 在最新的全面瓦解里面 可以说是走到了顶峰 从徒手攀爬飞行中的直升机 到阿桑哥本人是亲自上演著名的黑漏跳伞 再到或许是会纳入厕所打斗戏光荣榜的动作场面 都会让人对已经年过55岁的阿桑哥捏把汗 作为系列当中最长的一步 两个半小时的全面瓦解听上去很长 而前半段的确也比较拖拉 但是当中拳拳到肉的打斗场面 冒一身冷汗的惊险镜头 都会让不少观众大呼过瘾 而老粉丝们看到自己熟悉的角色 历练无数是走到今天 也会有更多的代入感 《Mission Impossible Fallout》 绝对算得上是当今动作电影的标杆 第一名 《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 《Avengers Infinity War》 好了终于到了第一名了 相信各位不用我多说 除了《复林3》还能有谁 如果说过去十年来 好莱坞商业片里面最成功的案例 漫威的系列不在第一 也在头三位 没错 凭良心讲的确不是每一部作品 都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但是作为一个商业IP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从来没有一家电影公司 在不管包装制作 各个方面都如此成功 而《复仇者联盟》的成功 并不止限于欧美市场 在全球各个国家 都有着无数漫威的粉丝 不论是在动漫展上 还是在手印里上 都会看到疯狂的粉丝们 打扮成自己最心爱的角色 为的就是一个心情 一种热情 而漫威过去十年来的成功 都需要归功于自己 早在08年的第一部起始作 这部电影是从此改变了 传统电影故事的框架 改变了整个娱乐产业 甚至是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 它就是第一集的 钢铁侠Iron Man 正如漫威CEO Kevin Feige所说的 08年的钢铁侠 是不仅仅奠定了 在整个MCU的故事架构 以及发展方向 并且还将往后作品的风格 等等都树立了标准 在我看来 《无限之战》是漫威 为自己过去十年 所做出的一个总结 目前正在Netflix热映 各位观众朋友 不妨在家中 观赏这部好莱坞史上 筹备时间最久 制作最庞大 最多一线大咖 加盟的剧作 Avengers Infinity War 当之无愧 成为我们 《环球星动》 2018年最好看 Top 5的第一名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 《环球星动》去年 最喜爱的五部作品 不知道与电视机间的 您心目中是否相符呢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